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上第一架飞机 枯威 咱们好久不见了 是啊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是啊 特别是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 早啊 热敌枯威 今天你们要去执行任务的地方 是美国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 哇 关于我们飞机的博物馆 一个叫布兰登的男孩正在那里参观 他特别想要了解世界上第一架飞机 是关于飞行者一号的知识 我们可是了如指掌 看好你们哟 我还准备了道具 帮你们展示飞行者一号的工作原理 我已经把它放在你们的包裹里面了 热敌准备出发 超级库进阵 太阳能电源启动 进入超光速传送口弹 充电完毕 电能起动 升空发射 航空航天博物馆 我们来了 呀呼 我们到了 爸爸 嗯 哇 快看 这么多飞机 好酷啊 还有上面 这个相隔敌 双翼飞机 但是世界上第一架飞机 飞行者一号 在哪呢 应该是在那边 那边的人最多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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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 不好意思 学过一下 哇哦 啊 就是他吗 他真的能飞起来吗 他是怎么飞起来的 呃 ницуEy 这个 Yeah 爸爸也不是很清楚他的工作原理 把讲解员好像都被预约满了 啊 钥匙超级飞侠早点到就好了 包裹快递 方速到达 我是乐迪 每时每刻 准时送达 我是酷威 最酷的时刻旅行家 你们好呀 乐迪和酷威 我叫布兰登 这是我爸爸 很高兴见到你们 布兰登 听说你想了解飞行者一号 赵哥能包到你 哇 谢谢 飞行者一号模型 我要看它是怎么飞的 准备起飞 爸爸 好啊 呀呼 飞咯 它真的飞起来了 不好 它怎么掉下来了 难道不是这样飞的吗 我们试试换个方式吧 看来也不是 怎么飞的 原来飞行这么难 来的兄弟是怎么让它飞起来的 让时间告诉我们答案吧 我们可以回到过去亲眼看看 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见到他们 还能亲眼看看飞行者一号吗 当然 超级飞侠带你一起勇闯天下 哇 爸爸 我能和超级飞侠去见莱特兄弟吗 当然可以 但你一定要跟着乐迪哦 我会的 爸爸 时空级飞侠带你一起勇闭 时空旅行手表 启动 启动 滴答滴答 下一站是1903年 哇 时空穿梭 这就是一百多年前 一百多年前的衣服和车 太梦幻了 等等 你们的翅膀不见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时空旅行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时间 飞机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所以影响了我们 那我们现在只能走路过去 没有办法飞了 是吗 是的 哦 还有 我没有翅膀的话 我们好像也不能回到现代了 什么 那 我们得赶紧去找莱特兄弟 必须抓紧时间了 我们快走 你好 请问您见过谁在做这个吗 哦 是要找那对年轻兄弟吧 他们在那边的工作室里 他们每天都在研究着 像你手上这样的东西 没错 谢谢您 走吧 又失败了 搞不明白 为什么他还是飞不起来 我们是不是该放弃了 嘿 莱特兄弟 还有飞行者一号 哇 呃 你认识我们 你们是在准备试飞吗 我们已经失败了成千上万次了 还是搞不懂为什么飞不起来 我们已经备受打击了 准备放弃算了 你们是刚搬过来的人吗 你们的衣服我都没见过 好特别啊 我们 我们都很喜欢你们 你们看这个 我这里还有飞行者一号的模型呢 竟然认识我们 是的 我很想看你们让飞行者一号飞上天空 你们可以的 不要气馁哦 呃 呃 谢谢你 小朋友 你说的对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不能放弃 是啊 没错 失败也没什么好怕的 嗯 没错 我们来帮忙 嗯 嗯 嗯 哇 这里有一条像火车轨道一样的跑道哎 你们就是这样起飞的 哦 呃 还没有成功起飞呢 但是如果成功了 就可以创造历史了 走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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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嗯 启动螺旋桨 预备起飞 呜呜 天呐 这次感觉不错 呃 呃 动力又不足了 啊 又失败了 我们能帮帮他们吗 没有翅膀 我们也没办法帮他飞起来 别担心 我跑了也挺快 嗨 可以 乐迪 点灯加速 哇 就是这个速度 嗯 起飞吧 哇 哇 哇 呦 飞起来了 我们真的在飞 加油 莱特兄弟 太酷了 乐迪 你们的翅膀回来了 哦 哈哈哈 看来是莱特兄弟 是飞成功了 呀呼 哇 飞行真的太棒了 哦 怎么突然 怎么突然挂起这么大的风啊 哇 哦 他们的飞机要失控了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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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谁能救救我们啊 布兰灯 快上来 嘿 我们赶紧去救他们 出动 啊 啊 啊 酷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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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飞过来啦 快跑啊 人会低下 要再快一点 恶敌 电脑 加速 你们安全 大家都离开 我求求你了 快飞高一点 我们要撞上去了 别轻易放弃 时空旅行手表 时间倒流三秒钟 相信飞行者一号 相信自己 飞起来吧 对 想想你们的努力 我们行的 我们能做到的 我们做到了 是的 嘿 太棒了 电脑超级飞侠 布兰灯和白克兄弟 飞行者一号 是飞成功 我们的飞成功了 我们真的创造历史了 我居然能亲眼看到 飞行者一号第一次飞上天空 能见证这一刻太荣幸了 如果没有你们的鼓励 我们可能已经放弃了 但现在我们充满了信心 是 是的 未来就靠你们了 布兰灯 你真的看到飞行者一号了吗 是的 我还亲眼看到他第一次成功起飞 到底是怎么样的 爸爸很想听听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的 谢谢你们 看来 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再见 一路平安 勇闯天下 超级飞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